大家好,关注《逍遥记》,带你感受逍遥世界。感谢观看本视频。 其实,很多小辈私底下都对韩光君父母的爱情感到好奇,魏无羡也不例外。 多年前,魏无羡从蓝溪城的寥寥术语中得知了清衡君的事迹,感慨万千。 一对家人竟然一年早逝,没有一起走到白头,上天真是不公平,但也仅限于感慨而已。 对于蓝湛父母的爱情故事,她知道并不多,因为蓝湛知道的也不多,毕竟母亲去世那年,蓝湛才六岁。 一想到这里,魏无羡便心疼不已。 蓝湛本来就是个执拗的孩子,母亲一走,生命里再也没有女性的角色,还有谁能给她温柔与安慰。 漫长的岁月里,她那颗孤独的小宇宙独自燃烧了多久。 她觉得自己比蓝湛幸运多了,虽然她也从小父母双亡,但她有师姐疼爱,有姜叔叔撑腰,有姜淳与她一起同流合污啊。 师姐是她的半个母亲,给了她足够的宠爱,这让她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温柔待人,如何讨女孩子欢欣。 她想穿越时空回到过去,抱一抱那个孤独无助的小蓝湛。 她要给蓝湛很多很多的温柔,对她说很多很多好听的话,永永远远与她并肩站在一起,绝不离她而去。 同样的,蓝旺鸡也对未因父母的爱情故事感到好奇。 她想知道,是怎样优秀的一对父母,才能生出如此可爱俊朗的卫英。 卫英的母亲藏色散人,一定是个顶级聪慧,太郎爱笑的美貌女子。 父亲魏长泽应该是温润尔雅,鹤立激情的男子。 不然,如此粗色的藏色散人,怎么会放弃世家出身的江峰眠,选择了江氏的家谱,贵长泽。 一想到家谱两子,蓝旺鸡的心如刀扎一般疼。 这两个字提醒她,天赋异禀,风神俊朗的卫英曾经寄人篱下。 江家对她再好,卫英也终究是个外人。 一个身世飘零,没有根基的人,她的内心也是飘着的。 江燕离给她再多的爱,也弥补不了父母双亡的缺害。 她贵为世家公子排行榜第四名,然而一句家仆之子,便把她打回原形。 欺软怕硬是人的天性,欺负一个没有根基的人,并不需要付出多少成本。 恶人怎么会放过这种机会? 卫英受了这么多磨难,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她爱出风头,是因为她没有根基。 如今的卫英依然爱出风头,却没有人敢动她半根毫毛。 因为她的身后站着蓝旺鸡,蓝旺鸡的背后是整个姑苏蓝氏。 卫英重生归来时,她就想好了,她要给卫英很多很多的爱,很多很多的钱,和很多很多的自由,让她在世间可以横着走。 蓝湛,卫英。 一面相撞的两人,眼里均是水波荡漾的温柔。 没想到两人会不约而同来到龙胆小住,那是蓝湛的母亲身前居住的地方。 傻愣愣站了一会儿,魏无剑笑嘻嘻向她跑过来,难忘机伸手把她拥入怀里。 我来给龙胆花浇水,你来干什么?你不是说要去找叔父吗? 魏无剑抬起头来。 蓝旺鸡道,来,看看母亲。 事实上,是叔父今日与他闲聊,谈起了上一辈的往事,讲了魏英父母和自己父母的故事。 蓝旺鸡若有所思,鬼使神差来到了龙胆小住。 两人在屋檐下相对而坐,品了火茶。 魏无剑笑道,蓝湛,你跟我讲讲清衡君夫妇的故事呗。 多年前听兄长说了几句,却从来没有听你说起。 蓝旺鸡放下茶杯,吸了一口气道,你想知道? 魏无剑道,当然想啊,其实我很好奇,清衡君为什么要把夫人关起来, 生了你们兄弟俩,为什么不自己抚养,要报给叔父抚养? 蓝旺鸡闭着眼睛,不是关起来,是藏起来。 魏无剑一愣,为何要藏起来? 蓝旺鸡解释道,保护他。 魏无剑道,也对,他杀了清衡君的恩师, 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他,那为什么不亲自抚养你们啊? 在魏无剑的认知里,父母有了孩子,必须亲自抚养才行, 哪有在自己有能力抚养的情况下,还送人抚养的道理? 正因为蓝湛从小就没有跟母亲相处过, 他的性子才那么闷吧? 可怜的蓝湛,他大概从来没有享受过我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感觉。 蓝旺鸡缓缓道, 母亲有罪,不被族人接受, 他不能抚养蓝家子私。 哦,我知道了, 魏无剑座恍然大物状。 我看过很多宫廷画本也是这样说的, 某些妃子不受宠爱, 生了小孩只能送给别人抚养。 蓝旺鸡, 他很佩服魏无线均一反三的能力, 转移话题道, 你的父母呢? 为何离开云梦江市远走高飞? 我也很好奇。 魏无线怂怂尖道, 我也不知道啊, 大概是我娘喜欢自由吧, 我爹陪他云游四海。 江叔叔说, 我的性责随了我娘, 想必我娘跟我一样爱好自由。 蓝旺鸡微笑不语, 叔父也是这样说的, 魏英的性责跟他娘一模一样, 他娘古灵精怪, 活泼好动, 不惜束缚, 魏长泽便陪他浪迹天涯。 只是没有想到, 魏英竟然能在姑苏蓝市这么古板的地方待那么久。 魏英, 蓝旺鸡酿了很久, 终于鼓起勇气问道, 你在这里, 内心可快乐。 魏无线一愣, 为何有此疑问? 我当然快乐了, 我每天都乐不思数, 乐不可知。 蓝旺鸡暗自松了口气道, 没什么? 肯定有事, 蓝湛, 你回话,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 魏无线的外表大大咧咧, 思维却很缜密。 蓝旺鸡道, 没什么, 你若嫌这里闷, 我便陪你浪迹天涯。 魏无线, 猝不及防被击中, 魏无线搂住蓝旺鸡的脖子, 巴鸡巴鸡啃了几口, 认真的。 蓝湛, 你太好了, 你怎么那么好? 我以前喜欢浪迹天涯, 四海为家, 可现在, 我只喜欢跟你待在云深不知处。 有了家, 就再也不想浪迹天涯了。 蓝旺鸡心中一动, 眼眶微微湿热, 你不愿我把你困在这里? 其实, 魏无线留在云深不知处, 固然有他自己的意愿, 但更多还是蓝旺鸡的意志, 是蓝旺鸡不愿意放手, 不愿意旁人碰他。 魏无线笑他, 我愿你干啥, 我还怕你不留我呢。 说着说着, 想起了蓝湛父母的往事, 用力抓住他的胳膊。 蓝湛, 我想留都来不及, 你休想赶我走。 我现在懂了, 并不是只有浪迹天涯, 才叫自由。 有心上人在身边, 那就是真正的自由。 蓝湛, 我现在想陪你在这里住一辈子, 给你说一辈子的话。 一番话太过温情, 蓝旺鸡的内心软得一塌糊涂, 将魏无线抱在怀里, 印上深深一吻。 我们终究不会活成父母那样, 我们会长长久久走下去, 有你的温柔才叫家, 有家才有真正的自由。 我在内心里刚才带路, 中文字幕 李宗盛